好 虽然一个螺丝产业做得这么大 但是还是找不到人才 我们以高雄这个螺丝街为例 全球数一数二大厂都在这儿 光是一个集团年营收可以高达400亿 虽然条件优渥 只要高中毕业 月薪21000到25000工作 早上8点到下午5点有国内外旅游 最高的时候50月个年终奖金 但是年前都不想当黑手 这家公司还是找不到人 机器快速运转 有工业之谜的螺丝不断的产出 这家位在高雄岡山典型的螺丝工厂 而是部机台开工的同时 厂内只有五个员工 因为老板请不到人 只能没摆自用机 还没搞得到 两年多都没有进到人 螺丝场内机器轰隆轰隆作响 声音大的有点受不了 讲话必须交头接二 否则根本听不见 空气中弥漫着油气 双手和身上常弄得五奇马黑 就是俗称黑手的工作 这就是一般螺丝工厂的工作环境 机员在这边待了五分钟 已经出现耳鸣 而你也要随时提防 这个机器运转的时候 会有铁线以及热油噴出来 就我觉得冷住 冷住就是自己的 小齐是这里这年轻的员工 二十岁大学生 还在念书 专场是行销管理 上班时间朝八晚五 月薪两万出头 周休二日享有国内外旅游 两个月的年终 选择黑手这一行 考量的是一技之长 会不会同学都去做什么工作 就可能做服务业 然后直销的外表 看起来比较光鲜亮丽 我觉得我大学读出来 就不会去那里啊 因为我是大学生啊 年轻人喜欢光鲜亮丽的工作 借造成了知名螺丝大厂 找不到人才 以高雄钢山这条螺丝街为例 全球数一数二大厂 全聚在这里 光是一个集团 年收高达四百亿新台币 开出了条件 没有经验 月薪两万一到两万五 高中毕业不限科系 工时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 福利市国内外旅游 最高的时候居然可以领到五十个月的奖金 但要找吃苦耐劳的人 就是丹没人 这是东南亚 还是大陆吧 业者想给年轻人机会 但新世代吃不了苦 只好逐步把生产线 移往东南亚国家和大陆 令人为这项台湾最有前景的制造业游行 记者欧崇文 季节亨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金 判楼 感谢观看